大家好,歡迎收看理財總動員 讓我們一起投資理財、賺大錢 我是阿哲 近期隨著電子股的成交比重逐漸的拉升 這也使得許多的電子股開始全面回省 那麼台北股市接下來將會由哪些電子族群 帶領大阪領頭上工呢? 今天我們再次邀請到阿哲哲來到現場幫各位做進一步的解析 不過在之前歡迎希望我們的頻道訂閱、按讚以及開啟小鈴鐺喔 那麼緊接著馬上就來歡迎阿哲哲來到現場幫各位做介紹 我們就來歡迎阿哲哲 阿哲好,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阿哲哲,前幾週我們每一週都在跟各位聊所謂航運股 一直都沒有來跟各位好好聊聊所謂電子股 所以我們今天就先把節目的主軸拉回來電子股來做討論 那接下來也將進入所謂電子股的旺季啦 那我相信有很多的投資朋友也開始想要把部分的航運資金 轉來所謂電子股上面 所以阿哲哲,我想要請教您喔 如果現階段投資人想要進場去佈局電子股 可以從哪些面向來進行選股的動作呢? 對,這講得很對,最近很多的投資朋友說 這幾個禮拜因為航運股熱嘛,我們就談一些航運股的一個部分 但實際上他們還是比較before電子股啦 因為電子股長期操作 那藉此航運股這個波動度比較大 增加量比較大 但是問題就是說他們還是可以在很多利基型的電子股裡面 獲益很多啊 所以原則上希望能夠談談一些所謂電子股的部分 講的比較更詳細的一個重點 那最近的話,美國超級財報 蘋果也公佈了 微軟也公佈了 Google也公佈了 Amazon也公佈了 這些大型的公司都公佈了 所以原則上我們來看一下美股 他的一個財報 還有台灣的一些所謂的這個財報 目前公佈到目前為止 我們來歸納幾個重點 那這樣大家可能以後在選股方面的話 應該會比較清楚 可能方向也比較明確 我想第一個重點的話就是 超微 他的AMD 他的資料中心繼續成長一倍 然後像所謂的這個NVIDIA的話成長六成 這表示說雲端的部分 還是很熱喔 雲端的部分還是很熱喔 然後像所謂的這個亞馬遜 亞馬遜他是全球雲端第一名 他叫AWS 他全球第一名是佔第五成以上 所以他的基金比較高 但是他仍然是高成長 他目前公佈 財報的話是成長37個percent 也就是說雲端的部分他繼續成長37個percent 那像所謂的微軟的部分是成長51% 你看這個這麼大型的公司能夠成長51個percent 很高 Google更厲害 Google成長54個percent 所以雲端的部分的話 原則上還是非常熱絡 那雲端就是高硬算 高硬算的話 一般我們所觀念的話 就像所有普瑞 創意啊 或者是像四星 這一類型族群的話 都是屬於高硬算 那另外窄版的部分 也是高硬算的概念 所以原則上當然有很多的個別股 可能漲多 他會進入一個休息 個別股不太一樣 但是整個趨勢 他還是方形為愛 所以他告訴我們這類型族群的話 整理在工整理在工整理在工的機會 可能就會比較高一點 第二個重點 阿澤你說電動車最近大賣 是 上次我們有解釋過了 就是說這個Tesla 他用一個招就是說 一個Model 3是賣160萬到200萬 結果他到加拿大賣99萬 也說他降速了 但問題他就賣得很好 現在大陸 6月份跟7月份電動車的銷路 以7月份為例 未來汽車成長175% 年成長率 那小鵬汽車跟理想汽車 各成長大概251到230幾 你看一看 都是大幅成長 所以電動車還有福特汽車的休閒車也大賣 這表示怎樣 車用半導體雖然漲多還是很熱 所以也許讓他整理一下 載功的機會還是蠻大的 因為公布潮報表還是很多 是 第三個是缺貨 就是說 原則上 雖然這時候可能缺貨 像台積電說 MCU的話 可能它的供給量有增加六成 但是因為電動更多 因為BV值的話 繼續揚升 等一下我們用圖跟各位解釋 那你就知道說 還是沒有辦法 這個電影管理IC MCU跟MOSFET的話 仍然還是大盤的一個重心所在 是 那第四個的話就是說 過去的話 大家都載經紀嘛 小孩子的話 都要在家裡面上課 然後如果兩個小孩子 原則上要買了兩台電腦 當然 所以爸爸媽媽不要穿內褲 穿內衣在家裡面 那小孩子在那邊 眼端教學的時候 看到爸爸在後面穿內褲 這樣就曝光了 所以那個時候的話 引端教學 Zoom什麼那些NB 都賣得很好 但現階段 這個亞馬遜 其實它公布潮流報表 是不錯的 但是亞馬遜 公布潮流報表之後 股價是大跌 因為它認為電子商務 的部分的話 走下坡 大家在網路裡面 購物的話 慢慢走 走出去了嘛 大家都去保護公司 或是到外面去購物了 那另外線上的廣告也減少 就可能就是說 大家在那個網路裡面 那個熱度的話 開始在減退 所以可能對比基金電腦 或對所謂的面板 電視的部分的話 可能就會稍微比較差一點 所以亞馬遜 其實這樣子看起來 除了所謂的遠距教學 可能遠端商機以外 其實下半年很多的電子股 其實可能表現還是相當的不錯 但是亞馬遜 就像您剛剛所提到的 不管像是MCU MOSFET 甚至是在車用電子領域部分 其實這些個股的股價 在這陣子的漲幅 也算是非常大的一個波段 現階段叫投證進場去佈局 或許還是會面臨到 許多追高的風險 所以亞馬遜我們還是拉回來 選股邏輯來做討論好了 現階段投證如果想要進場去佈局 相關的電子股的話 還能從哪些面向來進行關注呢 對 你看一看 就是說 這叫公益辦老體裡面的MOSFET 就是說 其實 之前 你有沒有發現 他們股價就漲 那時候就講缺貨 是 但是問題就是說 因為缺貨 人家下訂單 你要52週才人家給人家 所以人家現在下單 你要一年之後才給人家 所以你是有訂單 沒辦法出貨 所以原則上你可以發現就是說 過去的話 它的曲線的話是比較低 是 你有沒有發現MOSFET最近的話 它的供應量增加了 供應量就大幅的增加 是 那既然供應量增加 缺貨減少了 那這樣的話價格就會跌 然後因為供貨已經很多了 那價格就應該跌 熱度就應該少了 因為缺貨已經沒有了 但是重點 有很多東西是這樣就是說 接的訂單更多 我們看下一頁的部分 那之前訂單 以音非你的角度來講 過去接單是這樣 那你現在是不是出貨很順暢 結果你接的訂單更多 那也許我可能以前出貨 是10個單位 我現在出貨是15個單位 我倒無增加 但是問題我接的單子的話 是20個單位 增加到30個單位 所以我以前缺貨 是因為我沒有貨可以給你 我現在貨多了可以給你 但是問題你訂單更多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我業績更好 我業績更好 所以從這兩張圖來講就是說 車用半導體 包括車用的矽晶炎 MOSFET的MCU 或者是像所謂的二極體 這些個別股的話 那漲多一定會整理 因為連航運股 賺三十幾塊四十幾塊 都能夠跌四五成 難道你這個沒有賺那麼多 你能夠漲這麼多嗎 你當然是會整理 但是我們現在講一個觀念 就是說公佈潮報表 因為MOSFET的這些公佈的比較少 大部分都是驅動海期 我們以驅動海期為例 你可以發現 連勇第二季是賺十六塊 所以變成說 如果MOSFET跟所謂的MCU 公佈第二季潮報表正式公告的時候 那個數字真的都是很漂亮 所以就是說讓他們再整理 然後潮報表再公告的話 也許又是另外一波一個漲勢 所以有很多東西是這樣 就是說很多股票已經漲了 所以我們都會害怕 當然不能追高 但是如果大家基本面 還是芳心慰愛 它的圖形還如我們所看到 這樣的一個情況的話 那其實一個所謂的整理之後 再公的機會很大 那反而拉回是個買一點 那拉回就是一個很大的學問的 所以原則上我們是認為就是說 有形成一個WD 比較明確有雙底形成的時候的話 那就是一個比較穩的買點 那如果還沒有形成雙底 只有一個底的話 那個問題可能會稍微比較大一點 所以我們還是對於 次用半導體後勢的看法的話 還是抱持比較樂觀的看法 那MOSFET 我們先來看一下 下一張簡報好了 我們在討論聯電 以及台積電之前 其實我想要先請教MOSFET 您對於整體 晶圓代工產業的看法 因為其實這兩三天 我有發現到一件還蠻有趣的事情 就是關於成收製程這一部分的股票 其實它的漲幅 遠遠的是比所謂先進製程還要來得高一點 不管像是聯電也好 甚至它的利基電 華邦電 旺宏 這兩三天股價的漲幅 都遠遠的比台積電還要高上許多 這會不會就是因為 所謂車用電子的領域 會用到很多很多的所謂成收製程的關係呢 對 你知道嗎 這一兩禮拜最多是聯電法輸會完了之後 哇 聯電的股價就暴漲 其實說真的 聯電跟台積電 一般大家說台積電 要講比聯電好可以講三天三夜 三天三夜可以講不完 就是說哪有人家說聯電好的 大部分的話 你去問市長的事情小明 台積電聯電 你覺得這個好 台積電 復國神山 台荒之光 誰會去講聯電呢 但是股票市場 為什麼有趣就在這個地方 就是說一陣子 現在這一陣子的話 可能整個法人他比較care就是說 你的毛利率 你未來的獲利能力的一個情況 那台積電明明很好啊 但是我們現在來看幾張圖 慢慢就會發覺就是說 可能這段時間 或許聯電的空間還比台積電高一點 那過去我們說聯電漲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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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漲價 那我們以前不太相信 而且你看2019年金眼代工是漲價的跌價 聯電是跌5% 2020年的話只有漲1%而已 所以當金眼代工成熟製程說28奈米要大漲價 沒有人相信 沒有人相信 但是我們以平均價格來漲 就是年的平均價格 我跟去年同期的話 確實在2021年 聯電真的漲13% 但是問題現在來的就是說 那過期了 好康的聯電這種成熟製程 這個好馬上就增產了 這過去了啦 這過去了啦 這13%可能未來他不太會漲了啦 這種短線這種短線 但是他這次法術業完了之後 所有的法人 大家很認同喔 你看這張圖的話 是J.P. Morgan叫小摩 這摩根大通 他認為明年還會再漲11% 成熟製程能夠繼續紅到明年還可以再漲11% 這個沒有辦法 這個是所謂的整個成熟製程 包括驅動IC 電源管理IC 因為什麼5G 或者是所謂的5G基地台 還有資料中心 這些東西的話 對所謂的成熟製程 因為MCU或是MOSFET 或者是像二極體 這些東西平均而論 他只要28奈米就可以了 他根本不需要用到台積電的5奈米 3奈米 他不需要用那麼先進 那這個東西目前他就定然多 就是芳心為愛 但是你的產能就是有限 所以第一個讓人家覺得非常驚訝 就是說 蛤 真的嗎 明年漲價還可以再漲11% 那這個就讓聯電更驚訝了 因為大家認為只有一年的行情 明年就會下來 那我們再看第二個重點 聯電後來也有資本支出 但是這個資本支出增加 他的職舊的話是慢慢提裂的 那慢慢提裂的話 我們這樣來看 聯電的職舊的費用 2020年它是減少了15% 那就我負擔就減少了 我賺的錢我可以放在口袋裡 我不用去扣職舊 然後2021年的話是減少4% 那就今年 那明年 明年繼續減少是2023年才會增加12% 也就是說明年繼續減少3% 那經過連續兩三年的減少 那他的職舊的費用就變成在很低很低的位置所在 那這樣明年它要實現可能賺到5塊錢 很多的外資報告一看 有些人明年寫5塊錢 以前你說聯電要賺5塊錢 哪有可能啊 賺1塊就很困難了 但是既然明年很多法人的話 外資報告你看 明年多賺5塊 就是因為他的職舊費用 我大幅的減少 現在是很低很低的水準 以明年為例的話很低很低的水準 那加上他的ASP的話 又漲價了 今年漲13% 明年漲11% 哇成本大幅的下降 但是問題是他的賣出去的價格的話 是大幅的增加 那最後產生一個什麼結果 我們看下一額的部分 他的毛利率 阿哲你有沒有發現 2019年聯電的毛利率是4.4% 那當然是賺1塊2塊嘛 2020年的時候他毛利率是22% 今年人家33% 那明年是不是漲11% 就是說單價再漲11% 加上他的所謂的折舊費用減少 連電明年的毛利率的話 既然可以看到38.3% 難怪有人估他明年可以賺到將近5塊錢 所以變成說 過去我們認為 氣之如必喜 這個所謂的很爛的股票 現在變成漸取如租益 為什麼漸取如租益呢 因為他已經夠爛 爛到後來你可以發現 他的毛利率是從14.4% 22.1% 33% 哇 增加到38.3% 所以原則上 變成他已經是怎樣 這個所謂的賤取如租益的話 哇 現在就變成非常棒的一個情況 所以聯電就看好 但阿哲我們很快來看台積電的部分 台積電是戶果神山 是非常棒的 但是我們來看圖的部分 阿哲不好意思我想先打個殺 的確沒有錯 我覺得阿哲你的看法是完全正確的 畢竟 其實這陣子有很多的新聞 也都是圍繞在所謂成熟製程上面 包括像是現在聯電也是 單子接到很多 現在還說你要接單OK 你客戶你要幫我進行擴產 要幫我買設備 甚至到所謂利基店的老闆黃崇仁 說你現在錢都是IT設計在賺 你IT設計上游要分給我一點利潤來賺 所以我個人認為 其實成熟製程在今年下半年的狀況 應該還是不錯 但是阿哲我們要講到台積電之前 還是想要對於 所謂台積電進行一個邏輯上的整理 其實前陣子台積電的法說會過後 其實市場上有兩派人 一部分人是覺得是看多的 一部分人覺得是利空 那看空的那部分人不外乎 就是牽涉到毛利率的問題 甚至是可能之前所謂 資本支出大幅挑升 會導致後續折舊費用的提高等等的 阿哲您認為台積電的後製 我們到底該從哪些面向來做關注 對 如果台積電 原則上它如果股東會講說 它整年度會營收成長20% 那表示第三季會比第二季的營收成長11% 大概第四季會比第三季再成長可能10%這個水準 那這個就是達成20%來 那這個很好啊 但是問題它股東會完了之後 還是有很多的這個台積電也就爆出來 它還是把它估計第三季是成長11% 第四季的話可能大概只有4% 3%左右 那為什麼不把它調高到10%呢 為什麼還是把它調高到4% 那也就是說市場對於到目前為止 雖然這個台積電一直在信心航的話 認為整年度的營收會成長20%以上 但是整個市場的話還是餘虜 還是不太相信 那明明過去的credit它的信用很好啊 但是為什麼大家還是不是那麼的相信的話 那我們就從幾個面向來看 我想第一個重點就是說 三年內要投資1000億美金的話 那大概原則上它的植舊 你看它的植舊 以前它的植舊的話大概3500億 現在它的植舊的話已經增加到5500億 那也許明年的話可能6500億 到了2023年的話 有可能它的植舊有人提8000億 但是我們比較保守 我們用7000多億來換算 你想想看喔 它一年本來只有3500億的植舊 它現在可能未來兩三年 它可能會增加到7000多億 而且這樣不是增加一倍嗎 那你未來如果要多增加賺3500億 你才有可能維持原來的獲利喔 因為你被植舊的費用扣抵掉 所以你未來要多增加3500億喔 那台積電過去是賺6000億 要增加賺3500億 等於就是說它要賺9500億的水準 才維持6000億的水準喔 因為植舊又把你扣掉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它要把EPS的話能夠拉到26塊 就不是那麼高 那麼可能就可能拉到24塊 23塊多 那過去大家為什麼把它股價看得很高 其實EPS就是把它看到 比如說26塊的這個水準 所以你單單看這個植舊的話 這植舊實在是真的是太可怕了 那我們再看下一頁的一個部分 那植舊如果說我壓不下去的話 我把成本壓下去啊 那阿神你有沒有發現 以前28奈米它做到16奈米 每10億顆電經理的成本 它是不是降很多 可能它從6000 降到所謂的3000多 那時候它的成本下降很多 價格又可以賣很高 那是不是那時候獲利一下就增加出來 在16奈米那個時候 到10奈米的時候 它獲利還是會增加 因為你可以發現它從3000多 降到2000多 還是可以啦 不是降那麼多還是可以 但是為什麼這一兩年 它賺了20塊 為什麼後來只賺22塊 那明明它的營收成長那麼多 那為什麼20塊 後來只估22塊 那你有沒有發現 10奈米跟7奈米 下降的空間就不大了 那7奈米降到5奈米 就不是那麼多 明年 明年5奈米到3奈米 發現怎樣耶 幾乎10平 你投資的成本更高 3奈米因為它要篩的是 2億5000顆的電晶體 但是你5奈米是1億7千顆 那2億5000顆跟1億7千顆 你是說都篩了8千萬顆的電晶體 那你是不是要用的錢更多 因為更精密嘛 你用的資本更多 那你用的資本更多的話 請問一下 你那個成本是不是應該要下降更多才對 因為你用的錢更多嘛 但是到了3奈米已經是物理極限了 再怎麼省 哇 沒辦法 例如說我一檔本來花100塊去吃 我現在變50塊 我變30塊 我降不下去了 我馬上基本的那米就是要多少錢 那飯就是要多少錢 所以變成說它現在5奈米要降3奈米 就降了降不下去 但是你資本支出是不是節節高升 你的責任費用成3千5百億 5千億 6千5百億 7千多億 一直在增加 那你責任費用一直增加 但是你的成本的話就是壓不下去 現在問題的話就是說 物理極限壓不下去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下一頁的部分 所以這個所謂的Morgan Stanley它預估 就是說你今年它的毛利率 本來預估52.2 下降到51% 等於是降了1.2了 是 那明年一直說要保持50%以上 那Morgan Stanley是52.2 把它降到49.7% 就是降了2.5% 那其實對台積電來講 降2.5%還滿多的 那你看一下2023年也是從52.5%的話 下降到49.4% 所以原則上你有沒有發現就是說 50%的話就可能就不保 站不穩 所以台積電它不是 它其實它是很好 你看營收的部分 你看從1557億 不一兆5557億 到這個一兆8千多億 然後到所謂的這個2191752 你可以發現它的營收是大幅成長 但是獲利 但是獲利的部分的話 它這個壓力就可能會稍微比較高一點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原則上主要是在考慮毛利率的部分 所以我個人認為就是說 台積電股價要漲 應該是要把第四季的所謂的 這個營收的成長率的餘率的話 還是要把它去除掉 然後它現在因為在EUV有極大的突破 因為在3奈米我們剛才講 我們再看上一億的部分 是不是5奈米跟3奈米成本降不下去 但是聽說5奈米它用的光照是17層 3奈米它用的是25層 那現階段台積電好像它有辦法把 3奈米的25層降到20層 降到20層等於是5奈米是17層 3奈米是20層也只有3層而已 所以它的成本可能就有下降的力道出來 那如果這個消息數真的話 那市場也接受的話 那我覺得台積電成本真的會下降 那股價獲利就會上來 股價就會上漲 那現在這個消息到底是真還是假 因為5奈米是17層 3奈米是25層 25層降到20層的話 那真的是可以降4層的成本出來 所以原則上台積電不是沒有希望 只是目前它所有市場很多的餘率的話 包括它在法術會跟股東會 好像市場不買單 仍然還是把它認為 我就說50%的毛利率的話 應該在明後年完全守不住 那我覺得這個餘率一定要去除掉 那加上就是如果比特幣能夠大漲 對它也是大力多 因為它下半年為什麼會 沒有辦法到20%以上比特幣跌 比特幣跌大陸還在壓抑那個 所謂的挖礦機 那挖礦機的話 像四川直接把你停電 那為什麼就把你斷電 因為挖礦的話 原則上耗電耗得太厲害 所以原則上現在韓國 大陸 俄羅斯都在抵制比特幣 所以比特幣如果沒有大漲 可能比特大陸的訂單比較少 對它可能會稍微有一點壓力存在 的確沒有錯 我覺得我們在講的其實是非常的正確 包含像是其實剛剛所提到的 可能成本壓不下來 甚至是什麼 甚至是所謂可能成本 可能會越來越持平 這其實也反映到其實近期市場上 也有傳聞所謂一個反摩爾定律 那關於這部分各位有興趣 我們下一集再幫各位好好做討論 所以阿姆山您目前對於台積電的看法 其實在台積電的基礎上面 依舊是保持一個領先的地位 但是如果考量到可能獲利能力的話 你認為可能現階上去投資 台積電不如轉往去投資 現在成熟製成的聯電 你的看法是不是這樣子 對 當然有些人說聯電漲了 那確實有漲 但是問題就是 有很多東西就是說 因為你法說會講得清楚之後的話 市場接受了 所以你股價才會漲 也就是說 有很多東西 以前的話 朦朧的話 大家對你的透明度不高 所以不敢去下手 那也許可能就是說 現在比較清楚了 因為它的獲利調高很多 因為以前大家估都三塊多了 現在已經快估到五塊錢 所以那個EPS的話估很多 那當然有一家公司 有一家法人機構估102塊 我覺得太好笑了 那我覺得高盛的話估的是太好笑了 不過高盛你看 他以前估緊縮估170、190 緊縮真的達成 而且還突破 那不管怎麼樣 那原則上 一支炒一點路 一步一腳印 那我們還是震戰盡盡 我覺得如果聯電回檔 破54塊要賣 那我們現階段的話 還是建議在54跟64之間 做一個區間整理 那如果64塊有突破的話 原則上先賣 因為除了高盛以外 大部分的目標區 都定64塊到66塊 所以原則上 我們覺得64塊以上的話 應該做一個短線出托可能比較好 因為聯電不像其他活潑的股票 而且設計的股票 比它股本那麼大 所以原則上的話 要漲的時候 它的空間的話 相對還是有它的一個局限性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大概54塊到64塊 做一個區間整理 那麼我們在我們介紹完了聯電 以及台積電之後 接下來想請教你 對於整體面板產業的看法 因為畢竟其實面板的報價 從7月就開始走跌了 這也使得面板珊瑚的股價 跟著下修了一個大波段 不過呢 友達上週的財報開出來了 賺2塊多 可以說是嚇死人 但是沒想到 股價呢 卻沒有跟著做反應 所以我們在 這會不會有可能是市場 也開始在預期啦 可能面板珊瑚未來的獲利能力呢 可能會跟隨著報價 跟著做下修 對 那我是覺得說 你看喔 那第二季 潮報表公布是195億喔 比原來一估166億多30億 真的很棒 那當然沒有錯 就是說現在大家認為 報價會跌 那我也認為就是說 報價可能會跌 但是喔 我認為啦 跌入空間不大 那市場可能 太餘虛了 因為這是事態交替 很多的東西的一個關鍵的一個因素在純粹 那原則上的話 我們先看圖詢 先看這個潮報表的一個部分 你看喔 第二季的話是2.06 對不對 是 阿子 人家第三季 現在因為企業份 雖然可能會跌 但是 現在剛開始看到只跌一塊錢 跌一塊錢 較有跌喔 還沒有跌 就還沒跌啊 你是一直緊張會跌會跌會跌 不過這最新的研究報告估的話 原則上 他認為第三季 營收的話 是不是一千零三億 那這個代表的話 就是說比第二季還高喔 那因為第三季畢竟還是旺季啦 因為未來感恩節聖誕節 還是有些需求 所以要先出貨 人家第三季還是可以賺到 196億 大概2.07 也就是說他跟第二季是不分宣治 那當然有可能 第四季就會掉到一塊二 但是整年度是六塊五毛七 所以我們現在要講的是 絕對的獲利六塊五毛七 那股價這麼低的一個水準 好 明年很爛很爛很爛 又四塊五毛七 你不要把它當成 會回到以前0.36那種水準 所以你如果假設 認為有達跟群眾會大跌 那是因為你把它認為 可能它明年獲利回到一塊錢的水準 但是明年再怎麼爛的話 它還是有四塊五毛七 所以原則上我是覺得說 雖然走下坡是一個趨勢 但是股價有點過度反應了 對對對 那股價也不應該跌那麼多 因為它不是回到一塊錢 兩塊錢的水準 是 它是回到四塊五毛七 平行而論 一檔二十幾塊錢的公司 賺四塊五毛七 那今年賺六塊五毛七 應該股價還是會有支撐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來看K線圖的一個部分 所以原則上之前的話 大概從三十幾塊 一下就跌到二十塊 甚至跌破二十塊 所以我是覺得說 說真的 普一盟成 當然因為報價要跌 所以反彈可能有區間 但是賺六塊五毛七 四塊多的公司的話 也沒有悲觀到這種程度 所以我還是比較屬於那種 對友達報的同情的角度 因為我用一個value 一個投資性價值的一個角度來看 所以我認為它現在跌 從三十幾塊跌到這個 破二十塊這個附近 我覺得是普一盟成 應該是個買點 應該是個買點 那我覺得說往上推升 如果到二十八塊的時候的話 那可能就是一個長線的一個賣點 所以我還是覺得說 也許可能報價各方面 讓它有一點跌過深 從三十三塊跌到 所謂的二十塊附近 但是我覺得二十塊這個附近的話 應該是個買點 那反而空間我還是定比較高一點 就是說我覺得 有一點普一盟成 再怎麼爛也沒有爛到那種程度 因為股票還是會有一個觀念 價值型投資的一個觀念出來 所以我們在其實對於 面板產業的看法 還是抱持這個蠻樂觀的 或許沒有辦法再過錢高 但至少我們才認為現在股價已經過度的一個反應 如果假設它從三三塊跌到二十五塊二十六塊 那可能我還沒有同情心 因為三三塊跌到二十塊 然後賺六塊五毛七 明年賺四塊五毛多 那如果這個角度的話 我覺得二十五塊二十六塊 先再等一下 二十塊十九塊十八塊 說真的這個價位的話 應該不會跌到以前十六塊十五塊那 那是因為只賺零點多而已 就不應該 那現在還是有四塊五毛七 明年至少也有這個水準 所以我的想法是這樣 好的 阿姆蔡接下來我們介紹完了 所謂的台積電 聯電以及面板之後 想要繼續請教您對於電子股的看法 阿姆蔡您認為台北股市當中 還有哪些電子股呢 是值得投資朋友們來留意的呢 對 那其實喔 驅動IC的部分 我們這樣講就是說 大家都會認為就是說 驅動IC有問題啦 因為面板有問題 驅動IC可能需求就會下滑 是 那這個都是合理的推估 但是我個人認為就是說 其實驅動IC 它不單單是在面板 在車用工控的部分的話 其實它的單價很高 需求很大 而且我一直覺得 這所謂的觸控IC 跟驅動IC合起來 這叫TDDI 那滲透力還沒有達到一個頂點 還會再增加 那AMOLED所用的驅動IC的話 因為明年 這個蘋果的iPad跟MacBook 要改成AMOLED 所以AMOLED的驅動IC 其實它單價高 而且需求量是很大 所以不要說 因為面板可能報價會跌 那驅動IC就已經走到頂峰了 我個人認為就是說 應該是高檔震盪 應該高檔 我們這樣看喔 以前細狀大概賺10塊 11塊 12塊 這種公司 它現在一季賺13塊 是 它今年可以賺到四十幾塊 明年可以賺到四十幾塊 那以這個水準的話 你會發現說 不要去追到不要 它漲太高了 但是重點來的 就是說 其他股票買一買發現 其他股票 比如說我們說鋼鐵股 哇 這個不鏽鋼很好 這個熱壓鋼捲很好 還是賺兩塊三塊 是 回過來人家一季可以賺13塊 再怎麼爛 可能報價會跌 第三季的話可能賺12塊 這個都是去年一整年獲利的水準 以水準來 以邊際效用當然沒有地增的 但是以那個絕對水準來講 它是很高 13塊12塊這是很高 那個聯勇的話是賺16塊 那是很高很高的水準 那最後你還是回來這邊 所以我覺得說 像基隆艦器以細創為例 你看6塊5毛53塊 瑞翼的話 你看它單單一個陰氣解碼器 缺貨缺成這種樣子 所以第二季賺8塊4毛3 比原來一季6塊6還要高 毛利率50% 比原來一季45%還要高 你看金牢科第一季賺2塊3 第二季賺4塊6毛2 也許現階段可能DM的報價 現階段有在跌 但是因為以前 這個DDR算是漲70到90% 可能有在跌 但是合約價它 它是要按照過去的合約價來調漲 所以第三季合約價是上漲的 所以第二季可以賺到4塊6毛2 第三季可能賺5塊6塊都有可能 那上半年將近7塊 那下半年賺個10塊錢 都是有可能 甚至14塊 所以整年都賺17到20塊都有可能 所以也漲多了 以前150塊送完 現在200塊已經去那些 要回檔要回檔 那最後想一想 如果真的能夠賺20塊 那本業比也才10倍而已 那還是太便宜了 那你看九級MCU的部分 第一季賺1塊8塊5塊 第二季賺大概4塊5 這都很怕人 那是不是第三季都會下來 也不見得 MCU還是很熱 所以我覺得這些潮報表好的公司的話 可能漲多大家很害怕 因為股價到絕對高的水準 但是整理之後你會發現再公開是它 那有的股票像惠特 6月份賺1塊0.01 它是有1D挑選的部分 因為最近mini有1D還不錯 所以原則上是很好 那點氣的話 就記憶體控制IC 這個5、6月賺1塊9毛1 因為1季賺1塊2毛1 兩個月賺1塊9毛1 就表示第二季的話 可能賺到3塊 從1塊2毛1到3塊 那這獲利就很好 那自身的話 是難得這麼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儀底 我們先看金豪科 所以原則上我覺得金豪科 其實突破200塊 還是有機會 所以拉肥其實如果有 160、170的價位的話 我個人認為 其實性型上的話 如果以基本面的角度 應該都有機會 所以我們還是先定 160到220 就是說因為它是利基型的 這個38年是漲70到98 所以原則上 未來第三季的合約價 它會增加很多 所以第三季的獲利是看好的 所以原則上我們就這樣的一個 驅驗造作 那我們來看儀底的部分 你看去年賺11塊4毛6 今年本來賺16.1 現在調包到18.33 等於今年比去年獲利 增加61% 那明年還是有21.82 那它也是記憶體 它是用在雲端 公有雲什麼雲什麼雲什麼雲 那這個單價更高 而且資料中心 我們剛才講過 是成長性最高的 AWS成長剩下7% Azure的 微軟的Azure成長51% 那Google的雲端的話 成長54% 所以他們這些對於雲端裡面的 記憶體吸收量是非常大的 所以說獲利能力的話是很高 那我們看下一頁的一個部分 所以原則上我還是比較定高標的一個水準 大概220到275塊的話 來做一個所謂的區間操作 可是阿姆萨 其實雖然說啦 以頂的獲利能力 或者是獲利表現其實是非常的良好 但是我們也可以發現到 其實它的這個線型是走的蠻陡峭的 會不會這些市場以置的消息 其實都已經反映在它的股價上面呢 對 那其實你可以發現 它整理的時間很久 它整理的時間很久 當過去很多的股票在大漲的時候 其實它都是盤整的 所以如果我們假設回到這個 我個人認為就是說投資價值 因為阿姆萨我們一個問題 你看以前那個價位大概都是165左右 那時候它賺11塊 那等於它本利比是16倍 那如果它現在是賺18塊 分一比16倍去算的話 16倍去算的話 兩把幾個變成正常 因為從11塊到18塊 那明年是20塊 那如果說你說漲到200多塊 那明年如果是21塊的水準來看 220塊是剩11倍左右 11倍左右 那275塊的話 可能就13倍左右 12倍13倍左右 所以譬如說如果你用明年的獲利 雖然它有漲了 它本利比也不高 所以有時候一個成長性的公司 常常在評價的時候 都是以4年獲利比較高的一個獲利 來做一個合理的評價 原來是這樣子 好了 那麼以上就是阿姆萨為各位所做的介紹 大家可以持續的留意以及觀察 那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對於今天節目內容 還有什麼樣子的問題的話 也可以直接加入阿姆萨的Line 以及官方的這個臉書帳號 來做詢問 那除此之外 阿姆萨每天早上8點半 也會在YouTube上面做直播 每天都會整理很多很多的資訊 加上自己的見解 來告訴投資朋友 我們今天大盤的一個相關的重點 對不對 對對對 那其實我在YouTube的話 每天都有講 那因為你是在盤前 那個看的話 收看的話 你會發現說 你至少把今天 融過美股 還有現在這個報紙裡面 很多新聞 我有經過消化 那對當天的盤勢 你在判斷各方面的話 可能就會比較清楚一點 所以歡迎大家 點閱 分享 按讚 開啟小鈴鐺 來看我們的YouTube 而且每天都可以收看 那我想這個LineAd的部分的話 也歡迎大家 這個小小蟲 這個小C5062 因為至少有一些問題的話 我們可以互相討論 只是說有時候就說 幾塊錢可以買 幾塊錢可以賣的話 我比較不方便回答 但是問題就是說 這次股票的價值 各方面 我可以詳細的報告 好 那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也不要忘記幫我們的頻道 訂閱按讚 以及開啟小鈴鐺 那最後呢 也不要忘記囉 各位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產業 更多的個股的話 也直接啊 可以在影片下方 留言告訴我跟阿文塞 為了有機會 我會跟阿文塞合作 拍一集影片來幫各位做介紹 那這一集理財總統 也就先告一個段落囉 各位觀眾朋友們 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掰掰 我們要先下集再見到 我們要看